黄美仙是广西柳州市荣安县的一位种植金菊的果农 2015年 45岁的他放弃城市的工作 拿着半生斩下的50万积蓄 回到老家荣安县沙子乡 在石头凤开荒近200亩 当上了地主 并在其中的60亩土地种上金菊 挂过第二年就收入120万元 成功收回之前投入的成本 以前黄美仙在外面务工 开过塔式其中机 开过汽修厂 收入还算不错 也展了一些积蓄 通过了解 他发现家乡特产荣安金菊的产销效益不错 于是就有了回乡创业的念头 沙子乡地处颠柜前石墨化片区 属于喀斯特地貌 极少连遍土地 看着层层叠叠的石山 黄美仙决定在石山之间的缝隙 开荒种植金菊 荒地里没水没电 为节省路上交通的四个小时 黄美仙夫妻吃住都在山里 过上了野人般生活 依靠一辆旧卡车拉来的水和干粮 黄美仙夫妻和工人们 一除一产的 硬是在石头缝里 开出近200亩地来 并在其中的60亩 种上了金菊 山谷里 土层深 土地肥沃 2018年本是挂国的第一年 黄美仙对于收获满怀期待 但是看护员的一次错误用药 给她当头一棒 差点让她的半生积蓄和十余万贷款 血本无归 经过荣安县农业部门专家的补救 黄美仙的金菊术总算活了下来 但已经错过了当年最佳的挂国期 收成远不足预估的二分之一 但值得庆幸的是 2018年果园还是勉强能盈亏平衡 沙子乡政府在此时 也为黄美仙申请来了贴息贷款 并投入扶贫资金 修了产业路 为果园通上了水电 解了她的燃眉至极 2019年是她家金菊挂果的第二年 亩产在2000公斤左右 石山里的金菊口感香脆清甜 销路特别好 60亩的果园一年就收入120多万元 依据收回了前四年投入的成本 石头缝里种出了黄金果 肯定现在心情好了 想去哪里都可以 还要想增加多种了一点 以后我要把那个安树全部砍掉 全部送完那个山里面去 可能有一百多木这样子 因为这一点能赚了钱 以后要瞎不努力 要多赚一点 为了帮助与鼓励黄美仙这样的 致富带头人返乡创业振兴乡村 当地政府部门还计划进一步投入资金 为更多的山地农田通上水电 并推广农业技术 减少果农的后顾之忧 在脱贫攻坚这五年 沙子乡党委政府呢 大力的发展金局产业 为有一项种植金局的菊农 去协调和争取小而信贷 同时呢 也大力的支持基础设施的建设 把水电路通到田间地头 还指导群众 用好三臂技术 用好滴灌 那么沙子乡呢 在石墨化片区啊 就想为群众走出一条 一边致力一边致富的新路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